違規戰友馬路烤肉還打嚴就在凌晨 民眾在新北三重龍門路上烤肉 情侶黨騎機車路過 覺得被擋嗆說路是你家開的嗎 引起對方的不滿 雙方追逐了三百公尺 四名嫌犯狂打騎士 造成他受傷 警方獲報迅速逮人 將四名嫌犯進一步的移送法辦 凌晨馬路上機車騎士騎車經過 看到有人在路中央烤肉回頭怒罵 但卻引來對方不滿 上前狂追 員警抵達大聲嚇止 並迅速將四名打人嫌犯 統統逮捕 現場散落掃把 本機還有塑膠欄 嫌犯拿這些物品狂打騎士 造成騎士頭部及左後背輕微擦錯傷 還好送醫後沒有大礙 他們一群人在哪裡喝酒 他們走路過去可能講了什麼 他們不愛聽的話 然後打打打打 後來那個被打了 打來我就 十四號凌晨一點多 未成年的正姓騎士在女友行經 新北市三重龍門路對著烤肉 民眾嗆瞎 幹嘛在馬路中間烤肉 路你家的 引起對方不滿 拔腿狂奔追逐三百公尺 隨後拿路邊的物品砸上騎士 被害提示不提告 但私人涉嫌 聚眾鬥毆還是被依法送辦 至於佔用馬路烤肉 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最高兩千四百元 開心烤肉卻被一句話惹毛 肉沒吃飽 反被送辦得不償失 七十五上千 蔣營昕美士 採訪報導 一句話惹毛